字幕志愚蕴 河集汗工就是给河粘心脏贯通大动脉的人嘛 就是通过我们的手给它蒙着汗上嘛 河安全容不得我自己半点马虎 我就是河安全最后一道屏障 我是尔基 来自四川省的阿爸藏族枪组自治中 我今年是25岁 是中华23田湾的一名合计管道汉工 田湾核电阵是全球载舰和载运组装机容量最大的核电基地 这是国家的一个名片 7号机组的二回路已经是世卫阶段了 这个是主针七发的最后一道口 位置不太好 四面都是障碍 这边就没法用右手来焊接了 它这个口受限 我脑袋积不进去 来就看不清楚容辞到这个焊风了 只能用左手 这个口就非常考验我的左手的这个基本功 左手的这个焊调的运用 而且左手的同时一切 就是熟练度要医治 一旦起火了 你直接要把它整个一圈都焊过来 尽量就是不要弄出街头嘛 保证焊风的质量 焊墙一旦点火之后没有反应的时间嘛 要像手术刀一样 精准的快速的落到这个需要缝合的这个部位上 确保机组管线的运行安全和可靠性 起初啊没有想过太高大上的理想 因为在我们藏区都是以放牧为主嘛 防护栏啊或者是一些牛棚啊之类的 这个焊接是特别特别需要的 当地人是很缺少这种技能 想的就是我能不能去学一门焊接技术 回到家乡就是有一个自己的一个一级之长 就是维持以后我自己的这个生活的这个收入来源 考上了这个成都市技职学院 学了焊接之后自己也是慢慢的能沉住一些气 也是成熟起来了 毕业之后就是面临到就业这个问题上 了解到这个核工业 当时一下就很触动我 我本身就是通过国家的这个精准复辨在上的学嘛 我就想的是如果有这种机会 能不能通过自己的汉堡去建设国家的一些重点工程 就是能贡献自己的一份微薄力量嘛 从学校里面已经拿了那么多技能竞赛 感觉自己大师级别的那种嘛 当时以为觉得来了我就可以下现场干活 来了之后他们才跟我讲 这个要考取国家核安全局颁发的一个合计汉工资质证嘛 在来了核电之后上的第一档课是我师父的课 他说我们干的这份实业 不单单是一份工作 更多的是一份责任感 为啥就汉工的这个代号要打到管子上去 刚点汉几乎的那一刻起 就是一种责任感就要上来了 因为我们人人都是核安全最后一道的品账嘛 然后我就转变我自己的心态 进下新来跟师父们细心请教 去求学嘛 创造了我们公司考试最短的一个记录 也是三个月就考取了这个核安全局颁发的这个 这个合计汉工资质证嘛 我现在从最小的馆载到最大的馆载到主管道 我一共能汗的这些镇有14个 这个汗剑手的这个灵活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平时拿0.8的一个小刮去粘 但凡稍微停留那么一会儿 温度稍微高那么一点 好 里面就穿了里面就堵塞了 所以说我一般都会去粘一粘手的这种技巧啊 有灵活的这种状态 主阵起法是二汇路的心脏部位 我现在就要进入去看一看 二汇路的难点是它还需要加热 这个大关键本来是一个很厚的一个管子了 一加热在高温下的焊接 特别考验我们焊接耐性和技术嘛 有时候啊为了达到这个完美的焊接效果 高达到几百的这个飞溅掉到我们这个鞋里面 或者是掉到这个衣服里面啊 也只能皱一皱眉疼 身体也丝毫不敢动 生怕就是那道汗风觉得汗不好嘛 一天工作完成 这以前的旧伤疤 交接一些新的伤疤 这也是一面合计管道汗宫的一个荣耀嘛 我们每次汗完了 一道汗风的质量保证 都是要做一些很严格的一些无声检测 避免这种缺陷什么出现嘛 这一趟活儿80%都是我给它汗的 再看一看自己的考验号 还是比较有欣慰感的 这个管子就是要把它干成百分之百 但凡干错一点 那就是我一辈子的植乳啊 汗的那样高低不平的 尽可能就是每一点打的这个频率啊 还有这个透出去的这个容测 要抑制 我们要多注重它这个细节嘛 我有两个土地嘛 以前我也是这样打拼出来的嘛 更多的是在他们身上能看到我的影子嘛 一起去探索这个汗气上的一些新的一些问题啊 新的挑战 八五机组也要进入到这个珠管道的一个高空气 最目前来说这个队性的这个珠管道是最厚的 七十个厚 只能用传统的手工汗 难度就特别大 你要钻到里面嘛 本来里面空间就狭小 你都是弯着腰的 你还要在这个环境下工作 非常考验我们这个技术 然后我去汗第一道口责任再迁嘛 我也将会保证这个第一道口是顺利开张 尽我最大的能力就是必须要把它百分之百合格嘛 汗接是贯穿大东麦的这个意思嘛 当你看到整个的堆形 汗完了之后开始发电的时候 一看当初这道口也是我汗的 那道口也是我汗的 通过我们的手连接在一起 还能把电送到千家万户手里 就感觉特别自豪嘛